摄影家宋龙泉以相机记录台湾解研前后的民主化历程 40多年前一幅幅珍贵的照片4号起在东京展出 当年在第一线为台湾民主奔走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也是宋龙泉镜头底下的任务之一 谢长廷到场参观摄影展 仔细端详每个历史画面 看到照片中自己的身影感慨万千 回想当年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 谢长廷说虽然有点危险 但是对的 我们的台湾的民主化 不是人的世界也是受到很高的评价 我们也希望日本的朋友看到这个 可以了解我们台湾所过来的历史 也了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屈无中国的压力的原因 宋龙泉1957年出生在台湾民主圣地宜兰 年轻时接触党外杂志后立志要拍摄党外运动 曾在郑南荣创办的自由时代担任摄影记者 这次的摄影展分为两大主轴 一是民主行动 包括二二八和平日全岛游行 民进党创党 解除戒严等 另外一个是大地之歌 包括歌仔戏的故事 劳动者连扑等 他用相机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民主化历程 和多元面貌 台湾是一个宝党 然后有很多有感人的故事 尤其是我记得很多民主运动的过程 这都很厉害 比如说台湾民主的路是 很多人打拼走出来 所以可以再次被看到 我觉得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能在东京展出40多年前的照片 宋龙泉相当高兴 至此时还一度哽咽 宋龙泉说 大家的记忆会渐渐淡忘 但影像可以流传长久 历史要常常拿出来反省 人的价值才会存在 这场爱恋台湾摄影展 在东京展出到9月25号 之后将遗失美国西岸展出 请大家订阅, 来自宝庙双 请大家订阅, 来自宝座的 这边的声音 嫌疑 黄来自宝庙 都不再灵萎 我会发现 试